匈奴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帝国 公元前三世纪 茂顿禅于统一漠北 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 他们东灭东湖 西灭大远之 北珠丁陵 向南威压汉朝 其疆域之广 兵士之盛 可谓是古之未有 而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 在蒙古诺延山附近 也就是距离乌兰巴托北部 一百二十公里处 发掘了大量匈奴贵族的坟墓 其中有十座古墓 特别深大 深达十五米 这些古墓建造烤旧 由石头砌成 十分坚固 很难想象 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 竟然能建造如此宏大的陵墓 因此当时的苏联考古队长 科兹洛夫断定 这些陵墓 当属匈奴蝉鱼的亡灵 由于匈奴没有文字 因此很难断定 这些陵墓 具体属于哪一位蝉鱼 在这些陵墓中 大多有 由巨大的山墓 做成的棺材 根据史记记载 匈奴人死后有棺果 很显然 墓中的棺材 印证了司马迁的记载 此外 在亡灵中 还埋藏有大量金银 珠玉 毛绒 服装 铜器等 还有一部分 类似于汉人的器物 考古学家认为 这些器物 可能是从汉朝抢来的 或是通过贸易买来的 除了这些常规陪葬品外 还发现了一种 令人难以接受的陪葬品 人类 在一处大墓中 发现了68根大发便 借数以红绳或麻绳 而这些发便的主人 都已伴随着 两千多年的时光 化为尘土 苏联考古学家认为 这些发便应该属于 女性奴隶 因为匈奴人 预致有活人陪葬的习俗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 其送死 有官果尽淫依求 而无封术葬服 尽兴臣妾 从死者 多至数千百人 而后来的汉书匈奴列传 也记载 尽兴臣妾 从死者数十百人 按照常理推断 颁固的记载 比司马迁更合理 然而 活人殉葬制 仍是人类最野蛮的制度 而匈奴亡灵的发现 也证明了 匈奴的确有这样 极端残忍的习俗 根据汉文文献的记载 匈奴国盛行奴隶制 他们热衷于战争和掠夺 将不计其数的百姓 略为奴隶 而人口众多的汉朝 自然是匈奴掠夺的重点 自矛盾缠余为开始 匈奴对汉朝 发动了长达数十年的 掠夺战争 即使汉朝以和亲的方式 变相地向匈奴纳雇 仍然不能制止 敌人的入侵 文帝十一年 公元前169年 匈奴十四万人 入侵汉中掠夺了数万人处 几乎达到了汉朝都城长安 没过几年 匈奴又开始抢掠上郡和云中 杀死掠走了数万汉人百姓 此后 从汉文帝到汉武帝 匈奴连年入寇 总据掠走数十万百姓 而他们的命运 自然是沦为奴隶 当然 汉朝人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周边的民族也同样饱受匈奴的屠害 乌环是东湖人的一支 他们曾被匈奴人所征服 从此以后 乌环人饱受匈奴的奴役 不仅要随匈奴出战 而且每年必须提供巨额的披毛税 若乌环人不上交披毛 匈奴人便会掠走乌环的妇女和孩童 让他们作为自己的奴隶 在西域地区 匈奴人俨然是西域三十六国的太上皇 匈奴人以强大的兵力威胁西域人民 向他们纳贡 同时匈奴还专门设立了同仆都尉 所谓同仆就是奴隶的意思 同仆都尉不仅负责逼迫西域各国交税 还会强迫他们输送奴隶到匈奴 很显然 匈奴亡陵中惨遭殉葬的六十八个女孩 大多为各族的子民 他们或是汉人或是鲜卑 或是大悦之人 或是乌环人或是大碗人 匈奴人的残暴 让他们提前结束了如同花儿一般的生命 他们凄惨的命运真让人目不忍视 从汉高祖开始 汉朝经历了七十多年的修养生息 终于有匈奴有了一战之力 元光二年 公元前133年 汉朝在一代雄主汉武帝的指挥下 向匈奴发动了全面反击 经历了十多年的战争 帝国双臂 魏清和霍绪兵连破匈奴 击杀了二十多万匈奴人 而匈奴举国不过一百多万人口 在汉朝打击下 匈奴一蹶不振 再也不敢掠夺汉朝边地 汉朝人再也不用做匈奴人的奴隶 随着匈奴的削弱 西域 鲜卑 乌环 高勾力等族 获得了独立 不再需要向匈奴人缴纳共赋 除此以外 汉朝还专门设立西域都护 杜辽将军 护枪校尉等官职 让他们不再害怕匈奴的入侵 可以说汉武帝击溃匈奴 不仅给汉朝百姓带来了自由 还给广大亚洲的人民带来了自由 汉武帝的功劳可谓大意 若无汉武帝 还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会沦为匈奴缠鱼的陪葬 可以说汉武帝击溃匈奴不仅是汉朝的胜利 同时也是文明的胜利 甚至是人类公义的胜利 接下来说 随朝公主墓被挖开 九岁女孩枯坐石棺上千年 陪葬品下人 大家都知道西安是一座古城 曾经有很多个朝代古都都在这里 在西安的城西有一个梁家庄 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 这里还是十分荒凉的 在庄外有一个野地 筑立着一片孤坟 这些孤坟并没有任何标识 也没有人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坟墓 但是其中有一座 比较突出的土宝 但是并没有人知道 这底下其实埋葬的是一位千年前的隋代公主 而这个公主年仅九岁 她的坟墓中是一个房子形状的石棺 一直有着开者祭祀的神秘诅咒 而她的坟墓中有二百三十件 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隋葬品 这是一个西安工地上的孤人 在无意间挖到硬物 所以觉得奇怪便继续往下挖 令人惊奇的是 这竟然是一个公主的古墓 后来经过历史资料查阅之后发现 原来这个小女孩的外祖母 是杨坚的长女杨丽华 看过隋唐演义的人都知道 她后来是北周宣帝的皇后 而这个公主在九岁的时候抱病而亡 但是并没有太多关于她死因的记载 只是说她在死后 她的外婆杨丽华悲痛欲绝 但是十分疼爱她 所以她的目的在当时的规格还是非常高的 陪葬品也竟是一些其他皇室成员都捞不着的东西 其中有很多玩具 可能是觉得外孙女死得比较早 在地下怕她孤单吧 所以便给她陪葬了很多的玩具 其中包括很多玩具都是外婆花了心思的 个个精致而且材质丰富 还包括一些可爱的玉兔玉鱼玉可刀等等陪伴着她 除此之外 这个墓中还有一阵墓兽 武士勇士女勇等韬勇共有六十八件 可能外婆觉得她太小了 怕到另外一个世界没有人服侍 所以便从出行到梳妆都安排得妥妥的 这种陪葬的阵仗 可以说很多帝王都没有这种理智 可能是祖孙深情感动了上天 又可能是开着急死的神秘诅咒 她的墓从公元608年到1957年 经历了将近1400年 仍然保存无损 所以才留下了这么多繁复精美的珠宝 让后人看到 在那种技术落后的古代 玻璃器皿这种事物可是相当罕见的 另外还出土了很多的宝石玛瑙 金银器皿不计其数 其中有很多东西都被视为国宝级人物 并且禁止海外展览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